醒目响啊 咱们就开书 连这两集啊 都是打仗 咱们上文书和更前一段书 谁也说不出来 这说书的我是水视频了吧 咱们规规矩矩 正正经经的是 打了两天的仗 这第一天呢 咱们讲这个 十月初八这场仗啊 打赢了 可是没过十天 到了十月初八这场仗啊 虽然谈不到这清军输了吧 可是啊 没赢 这前文书 咱们聊了 不但没赢啊 是一点成绩都没有 这何用重将啊 脑子都要想飞了 这牙花子 作的呀 都要出血了 也没想出一个呀 对敌的办法 所有的军事行动啊 皆不成功 好家活的嘞 这重将官呢 都起了飞制了 远了用炮打 进了安榨药 用这个藤条拧成大绳啊 想把人家这个木榨成寨拉倒 结果全都失败 可是这会儿啊 这乌漏偏风连夜雨 传破的又遇上顶头风 要说呢 这会儿都已经接近十一月份 对了 冬天了吗 这东南半岛上啊 这瘴气啊 应该已经消散了不少 哎 这传播瘧疾呀 立即的蚊子呀 应该这会儿也过了这个大规模的繁殖期 可是谁也想不到的事啊 这瘟疫来了 在清军当中啊 开始大规模的爆发 黄二郎担咬这病鸭子 第一个得病致死的就是傅将军阿力滚 这会儿的官衔是什么呀 领事外那大臣 协办大学士太子太保 图形紫光阁 也就是说呀 不算这个争免期间的功劳啊 这画像啊 就已经挂到了这个功臣殿 中南海紫光阁里了 说起这阿力滚的绅士呢 那可是世代功臣呢 他的曾祖就是大清开佛五大臣之一的俄裔都 祖父呢 厄比龙 康熙年间的四大俯臣之一 他的哥哥呀 那可是咱们这部十全老人开篇时候的人物 谁呀 乐钦 哎 就是一打金穿的时候 那个犯了事 被乾隆皇帝用厄比龙刀给咔嚓了的那个乐钦 哎 死在了自己亲爷爷的佩刀下 到了这个乾隆晚年的时候 这乾隆皇帝时常怀念的 在自己的御志诗里 常提到的乾隆朝五功臣 就有这位阿里滚 那那四位是谁呀 赵慧 明瑞 舒克德和岳中奇 那这会儿啊 有人就得问了 那这里边怎么就没有复衡跟海兰茶呢 这两个人呢 一个太大 一个太小 这复衡啊 不能广用功臣的两个字来概括 那至于这海兰茶呀 哎 这官职有点过于小了 咱们就拿着阿里滚说吧 乾隆二年的时候啊 人就从这个 二等侍卫啊 一下子任了这个内务府总管大臣 乾隆四年的时候就是兵部侍郎 后来呀 放了外任 还不到乾隆十六年呢 什么山东巡抚啊 山西巡抚啊 河南巡抚啊 胡广总督啊 全干过 从那个梁广总督的任上啊 回乡丁幽 等到这个丁幽起赴以后啊 直接在十九年 就被任命为了部军统领 这大清朝的部军统领有个小名 您一定知道 哎 就是九门提督 哎 让这个电视剧里形容啊 就是谁做了九门提督 这皇上就把自己一家大小的身家性命 可就托付给他了 哎 当然了 这话呢 也就是电视剧小说了呀 他一说您一听 也别太认真 这乾隆皇帝的争准战争一开打 这扭葫芦阿里滚就被调任了军机处 一直在前线呢 担任参赞大臣 领队大臣 等到这个新疆平定了以后 这阿里滚呢 调任京城 看起来啊 就没那么忙了 太子太保 监管火器英大臣 任户部尚书 携办大学士 而还监管礼部士 这清缅战争一打起来啊 乾隆皇帝实际上就想起这阿里滚来了 可是呢 他总觉得阿里滚呢 实在是年纪有点大 他不忍心的让这位老臣 再到前线去冲锋陷阵了 可是说下阿里滚这种有能力的大臣呢 你要么呀 你就别派 要派呢 就早派 实际上呢 在第三次对面战争当中 这北陆军的统帅 额尔景哥一死 这乾隆皇帝 就应该把阿里滚这位老臣 派到前线去指挥北陆军 这样和明锐互相配合呀 可能啊 这第三次对面战争 就成了 就打赢了 也就没有了后边这些罗罗刚的事 哎 这额尔景哥一死啊 这乾隆皇帝 算是吃屎迷眼 咱猪油蒙了心了 这乾隆皇帝呀 非让这个额勒登额 接任北陆军的统帅 这一下子才导致兵败 这明锐身死镇前 明锐一死啊 这乾隆皇帝一咬牙 还是把这位老臣阿里滚派上去了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这将在外呀 军命有所不受 很多时候呢 这君主啊 不能太苛刻呀 这乾线带兵的将官 这战场情况瞬息万变 并且啊 乾线带兵这些将军呢 个个又不拘小节 就因为这个营中战马累落 新任云贵总督明德 他想啊 新官上任 他先烧个三把火 于是呢 就向皇帝呀 汇报了这件事 当时是什么时候 正是乾隆三十四年的二月 这明锐呀 已然死了 这复衡的还没到云南 这军前主持的人呢 正是这位阿里滚 那这瓜烙 就只有让这位协班大学士吃了 那问题来了 既然有人反应 哎 这问题也出了 人家反应这个事啊 又是真的 那必然得有人顶雷 阿里滚呢 被下了不意了 辛辛苦苦的 在边防上治军的阿里滚 不顾年糕 不顾体弱 就这样啊 哎 还受到了一方啊 从兵部来的不意 就因为这营中的战马瘦弱 这带兵的阿里滚呢 夺职 那这夺完职之后 这前线谁干活呢 所以说这乾隆皇帝啊 典外施恩 命 宽勉 那说白了呢 就是挨了这个部里啊 一通批平之后 这事就算过去了 这事是过去了 可是多恶心呢 这阿里滚呢 从那会儿啊 连生气带劳累 可就得了病了 什么病啊 庸疮啊 哎 肯定和这个气候啊 也有关系 那这病啊 时好时患 到了乾隆三十四年的十月十八 清免战争的最后一次战役打抢 这阿里滚呢 更是奋不顾身 忍着自己背上的庸霜 亲自到前线去指挥战斗 那为什么这阿里滚这么门命呢 那首先是卫报黄恩 其次啊 放弃这最初的军事计划 去攻打缅甸首都阿瓦 直接来攻老关屯这主意啊 那可是他出的 那么说这主意错了吗 没错啊 我个人认为 之所以这清免战争打了这么长的时间 哎 这个瘟疫啊 是一回事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清军每次在势头最凶猛的时候 都没能找到这缅甸的主力军决战 实际上啊 对缅啊 真打起来 兵对兵 将对将 战场队员之后互相冲杀 这缅甸人的不是个儿 这缅甸人的当然知道这一点呢 他们采取的战术啊 要不就是迂回于你大军附近抽冷子打你 再不去呢 就归缩在这个木炸城寨里边啊 哎 他一手难攻啊 所以这阿里滚才提出啊 到老关屯去与缅军决战 这种战略方针呢 那是一点都没错 即便这大军呢 不去攻打老关屯 这会儿费劲巴拉的跑到阿瓦 把阿瓦城围住 老关屯的兵啊 那肯定啊 会赶回阿瓦城去协防 那惹定的那是首都啊 哎 这样一来啊 这阿瓦城的兵和老关屯的兵 就会啊 对清军形成两面夹击之势 到时候 这傅航带的这一万多人不到两万呢 那可能死的更难看 所以说阿里滚提出的这个战略方针没错 那这么一来呢 这阿里滚身先士卒 冲到最前线去指挥战斗 哎 这病理加累 这回啊 就真起不来了 到了十二月份 这老将军病死军前 这乾隆皇帝啊 哎 都是挺讲究 给这位老将军呢 亲自赐了嗜好 两个字的嗜好 相撞 并且啊 把老将军的灵位啊 立在了贤良祠 那么说广是这老头一人病死了吗 当然不是了 跟这老将军阿里滚脚前脚后病死的 水军提督叶向德 就是在十二初八那场战役当中啊 立了大功的水尸头 那么说当时为什么 哈国兴将军去指挥这只水尸呢 因为啊 水尸提督叶向德 起不来抗了那会儿 还有呢 就是总兵吴师胜 复都御史 复贤 复都统呼而起 还有一位副都统啊 叫阿迪木保 都在这几十天的光景病死了 当然了 也不能都说是因为传染病 也有些人呢 是正常病故 您想 既然是战争 这些人呢 都是非战斗检员 那还有战斗检员呢 什么大将奎林呢 厄尼基尔嘎勒呀 这十几位将军呢 纷纷受伤 也都等着呀 要回后方去调养 哎 不但如此 搁起他们这几位 不说呀 咱们再说说领兵打仗的 精略大学师傅衡 其实啊 早在十一月二十六 这乾隆皇帝就收到了 阿贵的一封密报 这密报上写呀 傅衡身忍仗力 现患腹泻 破刑 盈弱 现在的形势就是这个形势 可是呢 家要牵口主事一人 这清免前线到底是撤不撤军 还得听着乾隆皇帝的一声 号令